另外2020第一屆太极拳锦标赛 23号也正式的展开 县长徐真伟 请此到场支持赛事 也勤勉选手以武会友 并且祝福大家 在这次的赛事当中 都能够拿到好成绩 花园县意见太极拳成立 至今50年 在立东会长的带领之下 会晤蓬勃发展 成立的班级已经打45班 会人数已经超过了700人 尤其近年来的南乡政策 会已经遍布到寿峰 凤岭以及光复瑞穗等乡政事 将宋之间中式的松柔太极 广泛闯破扎根 而在109年全民运在花园举办 在现在许中的大力赤之下 疫检太极拳 第一次纳入全民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让各种人认识检疫太极拳 更希望将检疫太极拳 推降到国际舞台 其人许中表示 今年度上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有助于培止抗压性 太极拳来得能够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 唯有身体健康 人生才是精彩的 照顾好自己身体 才能够安心 能够更加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